當你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已經成為了毒蛇的幻惑了 不是,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Darling 抽之前就要櫃幾下愛麗絲妹妹給我一些幸運 然後櫃完就可以去這裡看看 是蠻棒的 前面的垃圾像其實跟之前沒什麼分別 我覺得如果是放SR的收藏品進去 我覺得會更加正 很多人可能不只是看這個卡面 可能也會看這個強奴 你放了一個收藏品進去 那大家都可以盡快提升到收藏品到真藏品 那大家的毒蛇就有用了一點 你覺得對不對 不過在抽之前 我要放出我的震 首先呢 兩隻多羅陣就一定不少了 左右互發多羅 下一步呢 就放一張多羅在抽卡螢幕下面 上面 稍後一按開抽就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放一隻四腳形態多羅 放在中心點 稍後轉盤就在中心 所以貼在這裡就可以按到它 下面要按開抽 上面就按轉盤 完美了 嘩 還形成一個天然的馬賽克 我格仔都不用打 今次一定不會做黃標啦 啊不對 左邊應該到時候會放一個螢幕 唉 那真的沒什麼用了 然後再加一隻蛋黃狗多羅 你以為只有這麼少嗎 我還有 毒蛇大法師 登登 這個就是毒蛇的頭 左手 右手 下體 他的身體呢 左腳 右腳 哎呀 我已經劇透了其中一張卡 其中一張卡 大家應該沒見過 我之後會開箱的 敬請期待 萬事俱備 可以開抽 好 來了 多羅祝福 拿上毒蛇大法師 登登 直接來個紫色線啦 屌 登 什麼來的 喂 這個是什麼 星級裝備 是不是真的是藍色石頭 哦 長化裝備素材 喂 他這樣弄得我不知道抽了什麼 好厲害哦 來了 我希望是 先把紫色線出 因為我可能 第五下就中的嘛 那我中了一些 抽卡券啊 剩下一些垃圾素材 在最後的就最好咯 我沒有可能有保底的 沒理由 這麼多次都保底的 一定是可以 第六抽就中到 或者第五抽 買第二次的七十八元啦 我今次的語氣 跟毒蛇一樣 都是這麼慢 那大家可以開兩倍速 我又可以多點時間 我想大家看片 都是兩倍速的啦 那我現在 慢一點 就變成正常咯 還有毒蛇說話 都是這樣的 都是很慢 沒辦法 我要配合我的Darling 來啦 按色 咦 我現在發現 原來按實中間那個 它就會不停轉 哈哈 我抽了那麼久 現在才知道 喂 你又是藍色 我也不知道抽了什麼 來 來 多羅 給我幸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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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樣 這次都保底 我真的 下次我不再 抽這個 了 除非是 除非她跟我說 我都說 拉皮是一定要在這裡抽的 不對 我應該不會抽 不可以出其他角色 看看有沒有愛 這次毒蛇 看完她的珍藏品之後 我就想抽了 加上她的泳裝的時候 都很慘 沒有跟指揮官 沒有跟我的嘴嘴 就是跟櫻花獨處一室 我覺得她已經成為一個敗犬 所以現在同情她 就幫她抽 就幫她抽一抽 請 再78元 去老闆 我準備了那麼多東西 不會那麼多不中的嘛 下次真的只欠了一個Figure 不過我沒有錢買了 紫色啊 剩下最後兩次 不是藍色石頭就是毒蛇 我只欠毒蛇 如果被我中,不用補底 我以後找到工作的時候 我會每次活動都負責禮包 但如果你沒有給我中 我就不課金了 麻煩你 不是金色就是藍色 衝啊!是金色! 丁~~~~~ おめでど 我真的不信 有人可以不用補底 平時說我平時抽卡這麼勾 但那些我基本上是慢慢累積回來的 基本上我沒有用過錢來課金 但這個是直接扔錢進去 扔錢進去就很難抽 看你是不是逼我做免費仔 唉 唉 好啊! 先撿一隻多鵝 好啊!那些傢伙又補底 正!天然馬賽克 好正啊!太正了 以後我的手機就這樣 毒蛇咬多鵝 毒蛇想吃了多鵝啊 不要吃啊!有毒的 你還想幫它奶乾淨? 噢!我的天啊! 接著就是交換儀式 之前我一直都是用毒兔的 現在就可以換泳裝了 坦白說我覺得它在染體後面 這個Live 2D是挺漂亮的 珍珠泳裝其實都不知道是不是叫泳裝 再加上外套 雖然大家很想會脫下它的衣服 但是我覺得這樣看上去會比較健全一點 還是叫做多一點點綴 不會只有這麼裸露 多一點情緒? 但是可惜你去到後面 就非常之單調 甚至可以說外套是多此一句 如果它加上 它的泳裝有些透了出來 可能看到類似珍珠 若隱若然會更加好 例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DOA 生死格鬥的女兒 她們有一套泳裝是珍珠泳裝 圖我就不貼出來 因為一定會黃標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已經會不會黃標 但我不管 反正我一貼就一定會黃標 大家可以DOA 珍珠泳裝 Google一下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了 不要找衣服擋住 你起碼做些透透的感覺給我看看 最後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毒蛇有多厲害了 我們首先重溫一下 毒蛇以前有多厲害 以前毒蛇一技 目標出現全體隊友增加25%攻擊力 持續10秒 命中率提升11% 持續10秒 命中率這件事 對於不是散彈槍的角色來說 她的加成幾乎沒有 而且只有10秒 用完這10秒就沒有了 例如打BOSS 3分鐘 你剩下的2分鐘50秒 你的一技都是垃圾 所以很明顯這招的設計上有點失敗 如果她改成必殺技衝能 直接100% 我可以馬上開一次大技 這招就相當有用一點 而不是加10秒的攻擊力 還有這個目標的意思 就是指BOSS級的敵人 例如火車轉頭 主線打到最後那隻小怪 BOSS級的小怪 其實都算是 所以你其實打主線 你依然可以發動這招效果 只不過你不要在前期 沒見到BOSS就死 不然你就沒用了 你招一技永遠都發動不到 一定要見到那隻BOSS 打贏那隻BOSS 你就贏到那隻 出現之後 你就可以加到攻擊力了 然後毒蛇的舊大技 就是對敵人 單體造成462%的傷害 作為一隻主力輸出 是非常低的 但因為她是一隻爆野角色 以10秒減CD 其實都勉強接受到 因為你可以很快開到 不需要40秒 而下面這個指定目標 關卡包含目標 就可以破對面19%的防禦 而這個關卡目標 代表火車和轉頭 就不包括轉線 你打最後那隻BOSS級的小怪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個破防效果 我都試過 我對著這隻BOSS級的小怪 我平時射他 就8000多箱 我開了招大技之後 他也是打8000多箱 就是說他根本就沒有破防 所以已經可以知道 破防這件事 就不包括小怪 然後就到三階了 本身到階的命中率 永久3% 然後全爆裂開始時 自身就會觸發一個 從單體目標排除 就是說對面想用單體目標 單體攻擊攻擊毒蛇 那時候就會排除毒蛇 無視毒蛇 只會攻擊毒蛇以外的人 但是當面臨全體攻擊 或者是範圍攻擊 和對兩個目標以上的攻擊 都會受到傷害 而且這個BUFF就會立即被人取消 就是說如果敵人的攻擊模式 是先全體攻擊 然後再單體攻擊毒蛇的殺嬌 就會馬上解除 而且這一招可以說是一招的debuff 因為他會集火攻擊你另外的隊友 我都不相信大家的毒蛇練度 是比其他爆4、爆3的輸出 可能你爆3是小紅毛 暗影紅蓮 結果你開了毒蛇的殺嬌 就會導致他不攻擊毒蛇 反而攻擊你另外的4個隊友 萬一那一下是一些致命傷害 就會令到情況很尷尬 你毒蛇明明輸出都不高 不是你最強的輸出 結果他就什麼事都沒有生存到最後 除非你跟我說 毒蛇練度是你遊戲中最高的 不是的話 這個是一個debuff 再來看看珍藏品加強後 就多了一個約殺嬌效果 殺嬌效果就是3加1 即爆裂開始的時候就可以觸發到 就會提升自己的持續傷害和命中率 每次攻擊可以疊一層 最多就10層 疊滿了就加40% 40%持續傷害和命中率等等 而大技就會變成Double傷害 1000多% 再加上破防 破防沒有變 但會多一個持續傷害 1805 持續10秒 暫時還不知道 是不是對Boss級的小怪無效 因為上面這個破防 對Boss級的小怪無效 但是對鑽頭 火車的大型Boss 是有效的 所以等一下可以再看一下測試 而3加這個我就沒有辦法測試 因為我沒有資源拿到3加 3加其實都是多過命中率20% 以及會重新再進入一次爆裂2加 再進入一次爆裂2加 即是說你爆裂2加 就要再放多一個角色 這樣就很不彈性 在組隊方面 所以我覺得3加暫時不需要連著 另一提傷20% 其實我覺得只要不是打太遠的敵人 我覺得都夠用 不需要再多20% 今次珍藏穩的故事 是會牽涉到特羅里 以及BOOM的角色 主要都是看劇情為主 就沒有像上次拉普拉斯 要上地面戰鬥 就是用拉普拉斯一個人去打內斥 所以都非常快可以看完的故事 總而言之就是弄手機 然後跟指揮官告白之類的東西 詳細我留給大家自己去體驗一下 千萬不要被拉皮看見 不然我會被他打死的了 等等 繼續下去之前 麻煩大家訂閱一下 還有按讚 分享那些什麼都好 我需要你的幫忙 讓我盡快多點訂閱 多點view 向Youtube爭取我所失去的 經常在亂交黃標 完全沒有收入 我在哪裏失去 我就要在哪裏拿回 不需要大家付錢 我要向Youtube爭取回 爭取完之後 我就可以買這個多羅GK 超級正 我現在人生目標只得回去 希望可以盡快高點訂閱 高點views 那我就可以買到 買完之後我就4月沒有陷 上片的話 如果你有Facebook或者IG 都可以follow我這個帳號 有空也會分享一下 玩具相片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繼續 然後我們先看看傷害 我們開這個屬性固定 大家的技能、裝備全部都是低階 就不會有差距 大家都是這麼廢 我們首先是未裝收藏物之前 它的毒蛇傷害 舊版毒蛇打普通小兵的時候 它就造成了1500萬傷 梳打套和女僕初陰都是3600萬 但去到我們的獅子 它造成的傷害 雖然只有1100萬 但它可以提升到梳打套和女僕初陰的傷害 那麼它們加起來已經高過毒蛇 也很簡單畫了一個道理給大家聽 爆一爆二的輔助角 即使是低練度 已經是超越低練度的輸出角很多 因為爆一爆二的輔助角 裝備其實不需要怎樣練 你其實只要集中練技能就可以了 但你去到一些主力輸出 火力型 你除了要練技能 又要提升裝備 加上它們沒有一些輔助效果 所以就一定要令到自己的本體更加強 你才可以超越到一些輔助角色 然後我們到打Boss 3分鐘 毒蛇總共打了5700萬 梳打套和9000萬 女僕初陰7200萬 輪到獅子了 雖然它也是一樣低毒蛇300萬 但它是成功令到梳打套和女僕初陰 都突破一翼 可以簡單總結以前的毒蛇 完全是一種無用的角色 然後我們到裝有收藏品的毒蛇 到底它的實力有多強呢 不過首先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這次是不會開這個公平模式 這個屬性固定 因為它一開了 我沒想到連收藏品都會被取消 直接變成原版 所以就沒辦法開了 不開會造成什麼 測試就不是非常準確 因為每個人練度都不一樣 我女僕初陰就加2 梳打套就2星 毒蛇就3星以上 但大家都勉強可以看一下 毒蛇我的全技能4 裝備就3件T10 5個T9頭盔 磁條都沒有怎麼拆 還拆到垃圾 我已經沒有藍色的石頭了 不夠資源了 所以整體來說 我毒蛇屬於中等練度 而我的梳打套和雷僕初陰都偏是中上練度 接近高練度 都是T10的 5個頭盔 只得腳是T10 零 但我覺得腳是無所謂 因為腳是不會加攻擊力的 而磁條方面我都沒有特意拆的 總之拆到適用就可以了 我們就看看他的傷害了 首先就要看看我的大技 持續傷害對於Boss級的小怪有沒有效果 因為破防效果是沒有用的 破防效果沒有用的 會不會連持續傷害打小怪級的Boss都沒有效呢 幸好結果發現他會有效的 他會自動扣血 即是說他有做到持續傷害 幸好 如果他連這些也做不到 毒蛇真的很廢 然後我們先看看傷害 毒蛇打小怪 可以造成八千九百萬 梳打兔一億一千萬 雷伯初音一億五千萬 我選的敵人已經是火屬性 即是克制屬性 毒蛇會有優勢多點 但他也不夠高 我覺得都合理 因為我其他練度都比毒蛇高 你看到他其實都是欠了一千多萬左右 差距不會太大 所以我覺得他的提升是厲害的 去到我們的獅子 就差很遠了 獅子只有五千萬 跟毒蛇相差很遠 都合理 因為他是副作型 而且他也只有全四級技能 都是屬於一個偏低練度 他的作用都是幫梳打兔和呂伯初音加強 沒有想到梳打兔經過獅子的加強 其實是沒有分別 都是一億一千萬左右 但呂伯初音多了五千萬 就變成兩億 所以這樣拉回兩者打小怪就差不多 在閘魚戰裡 毒蛇和獅子是差不多的水平 那就糟了 我毒蛇有收藏品才差不多 所以大家看到這裡就知道 毒蛇有收藏品都不會馬上好像拉普拉斯 馬上變回T0、T1水平的角色 他頂到以前有T4、T5、T3、T2 最後我們不要看打BOSS 毒蛇打了兩億兩千萬 梳打兔兩億五千萬 雷伯初音兩億兩千萬 然後到獅子 他也打了兩億 還順利幫梳打兔突破三億 雷伯初音也是突破三億一千萬 好 可以結案 毒蛇 無愛可以不需要拿收藏品 可以留下一些資源 可能兩個月後再推出收藏品 可能更加強 或者大家可以練習拉普拉斯 扎女之類的角色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又連再見 我是LINK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